haii 今天又來到美國的 太喜歡黃金節. 我們真的好緊張,我們有很多好好的產品想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不要浪費時間,馬上開始吧! 那二分一香的習慣,我們先講底妝吧! 就是這個,這個就是... 又是Makiage的,近期試它的產品 這個我就... 這個其實我跟之前說過的眉筆很好用,我跟眉筆一起試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試久一點,我才去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Peach Change Base CC 它有SPF25和PA++ 這個CC Cream,我想說它是均勻膚色,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它有帶一點這個Peachy的Tone在裡面 如果皮膚很暗的,人們就會特別喜歡 其實我本身的皮膚已經很泛紅了 但我用它都不會有令臉更紅,好像很過敏的感覺 是完全沒有的 但它只會均勻到我的膚色 當你在平時上學,拿照片有一點防曬的 然後可以塗到一點,有一點修飾了毛孔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很完美 或者你皮膚沒有不下癡,你只塗它已經非常OK 噢,它塗出來是白色 我知道它就會變成... 噢,它的感覺很水韌 它遮瑕度應該不是太高,但是很喜歡 它其實是一個Base來的 它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怎麼說呢? 它的感覺好像有一點Mousse 對...很滑的 而且它又不會太黏黏的 還有一件很好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它的修飾毛孔和遮到一些乾 都不會令你的臉很乾 你用完它這個再塗粉底也沒問題的 我今天都用完它之後再塗一個CC Cream上的臉 就剛剛好可以平衡一下 相長CC Cream Dex 好了,那我們就去到第二個部分 不是,對不起 第二個產品 其實我也有這個底妝產品 那我這個就是Laudry的... 看看它有沒有一個... 啊,對了,Cream Foundation 10號,顏色 那我這個就是一瓶的 那Dossol用硬妝的Foundation 也是會比較厚一點的 但是厚一點就代表它可能會是保濕一點啦 也會是厚Fuckerage一點 厚Fuckerage 哇! Fucking Coverage 證明到Coverage蠻好的 所以我這陣子呢 我冬天也是... 這陣子轉季 皮膚也開始變乾 所以我都不停地在轉一些Foundation 那這個就是我最近蠻喜歡的一個Foundation 其實它打開就是... 沒有任何泡泡 我每次就是這樣 然後反轉它 等它黏在蓋上 再點那個蓋就在臉上 如果你說它是一個厚的Foundation 我又不覺得它十分厚 我覺得它挺水韻 對 我也覺得它挺水韻 所以它比我平時用的Foundation 可能會遮蓋高一點 但就不是真的很厚 然後呢 它也是很保濕 我覺得很容易推開 你看看它 其實它也是一個流水狀 我覺得它是屬於冠妝 冠妝 硬妝裡面的 它是流質量最多 滴下來的 它是會流的 慢一點的 也不是真的流 但是是 所以我也挺喜歡用這個 最主要 它的顏色也挺適合我 因為我覺得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顏色 就是我 因為我挺喜歡自己的 因為我頸和臉是相差一致色的 我臉是白很多 所以有很多時候 可能你去泰國的時候太保護臉了 然後又有一個身材 不可能泰國試 我覺得是我經常都把精華 主要護膚膜都放在臉上 忽略了頸 因為我很怕頭髮黏著頸 所以我忽略了頸 所以我之前選了一個粉底 它比較黃一點 其實夏天可能沒什麼所謂 但是冬天有時候 你都會 冬天皮膚白一點 襯衣 我覺得比較漂亮 而且你都穿成這樣 也不用看得到這條頸 所以我還是選擇 白一點 但又自然一點 那這色很適合 如果大家跟我這種膚色 差不多 你都可以選擇這個十號的顏色 大家相信 都會覺得你很白的 對 但是你還 因為我的白是帶黃的 但你的白是帶紅的 就看上去會 沒有那麼白 反而紅的 我覺得看上去會比較白 剛巧我們有一個 嘩 好有型 但是認不到 Rotterre的產品 這個其實是它一個限制版 就是今年 在它聖誕節套裡面其中一個項目 它這個就是一個 Cream的胭脂膏 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已經很漂亮 而且它的包裝很搞笑 是這樣滑滑滑的 滑了三層不同的胭脂膏出來 其實我不是只想讚它 它的產品有多漂亮 其實我想說 它這個胭脂膏 我覺得很出色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試過很多的胭脂膏 一塗上它的時候 可能會長久 但是 有時候你很難 blend到很漂亮 除非你真的很夠水潤 這個就是夠水潤 好像一個一餅狀 我也覺得很水潤 塗上臉的時候 不會讓它一塊塊塊的 而且即使 我 這個我只是說 這個顏色 這個霉紅色 我很喜歡 我將它 即使我拿多了一點 我塗了上面 慢慢慢慢印開 都不會令到它太深色 因為剛剛好 就可以令到全日感覺很自然 這個就是我在這三個中 最喜歡的顏色 冬天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霉紅的顏色 但它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太滑 有時候你會在家裡用 就很好 但如果你要拿出去 去旅行的時候 很容易會這樣 動來動去 拍得不夠緊 所以如果你自己留意 小心一點 就沒問題 我也有 但是我還沒用 我被你燒著了 我想快點去試 好 說到這個胭脂 其實我也有一個胭脂的產品 這個就是算Dior之後 我最喜歡的胭脂 所以大家要 金星貨 是否有這樣 是否這個長色 好漂亮 是否已經閃亮我身 其實大家會看到 它總共有五個顏色 就是它有一個比較乾淨的 珠光粉紅 也有一些Coral 有一個是橙的 有一個是大啡的橙 也有中間這個比較霉紅色的顏色 我覺得它是超好用 就是我很喜歡幾種顏色混合在一起的胭脂 其實大家都開始發現了這個 因為其實塗上去 臉是立體的很多 其實我個人來說 怎樣看一個胭脂是好用的呢 就是當我經常不小心拿太多 上到臉 它也不會太多 就是剛剛好 我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之前Dior Snow的胭脂 我不是說 他會慢慢上去 我就說你拿很多 就是你上到臉 都是一個很好的份量 它的顏色不會太實 我覺得胭脂 你塗胭脂 純粹是讓你臉色紅潤一點 看上去 可能健康一點 輪廓突出一點 你不會令到那個顏色很實 通常越軟的胭脂 是做得越好 所以這個真的做得好 而且它的粉末是真的很小 所以它做出來那個 那個白淚透紅的 那個什麼 霧面的感覺 霧面這個字很深 就是超好 它真的做得好 所以我也是很代價這個胭脂給大家 這個胭脂是 就是冬天有適合 冬天可能你會覺得 有些白淚透紅 好像爆灑 那些妝 那些 QQ的 你夏天又可以很refresh 那樣的感覺 因為它不是說 真的很粉紅 之前我和大家介紹過的Dior 我覺得它比較粉紅 你剛剛也聽到我說 它裡面是帶一些 Coral的顏色 它感覺出來 那個粉紅色是很健康 是很精神的 那個感覺 還有它有珠光的一格 它的顏色裡面 都是有珠光粉 所以 就散了這個highlight的部分 有時候 我用它 洗完胭脂之後 我再上水粉 再用同一個掃 就沾點水粉 那胭脂當然已經沒有了 但是也剩下粉紅色 所以我全面了掃 令到整個人 很有血色的感覺 我很喜歡 和大家推介 這個是我今個月最愛 我這個也是Shield Imura的 但我這個其實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我最近的時候 再拿出來用 其實我都真的很喜歡它 它這個顏色就是Mystic Plum 它就是很滑的 超級滑的 你不要預期它會很敏感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和敏感是 兩個天地來的 我又不會說它是特別乾到我很生氣的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這個 塗這個潤石膏才好用它 不要令皮脫皮的時候 就很頑固地用它 所以你就不會喜歡它 但是它的顏色我就覺得很好的 它這個顏色就是 比較帶紫一點的 一些Plum的梅紅色 就簡直是 不是Candle Jenner 是 簡直是以前Kylie Jenner 很流行的那個 那些feel 那些口很噔 對 D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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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whirl的顏色 我最近就很喜歡這個顏色 好了 我也有這個純布的產品 那也是Zumara的 這麼巧我們這個月 我很多東西都撞了牌子 但我這個是 特別的collection 好像叫你很趣 它這個顏色就是 Plum Shimmer 它的中文應該就是 這個 我就有看過它就是 這個酒紅色 不知道為什麼它形容它 就是我現在嘴上 擦著這個顏色 喔 真的嗎? 但是它bottle看起來 和你的嘴又會有些不同 對 因為我們這裡的燈太厲害了 所以看上去射出來 看起來 明顯一點 嘻嘻 好喜歡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用過 它這個系列的 不是特別collection版 這個當然是有包裝上面的不同 那它裡面 我想應該有一點點不同 剛剛有沒有看到有些閃粉之後 我想應該是有不同的 因為我有用過它這個bottle 我也很喜歡 但是那是lip stain 那是stain還是gloss 那是... 我想是一樣東西 就是 都是lip stain的gloss 又有些唇膏 你知道現在很流行 唇膏唇彩 那它這個的感覺 塗上去 就是會是唇彩那種 有一點點黏黏的感覺 但是呢 它也是這個 有這個 棉頭 在這樣 它的顏色真的蠻漂亮 這個顏色真的蠻漂亮的 J-Lo我真喜歡 是啊 它就是 這個裡面 它有些少少很微細 很微細的一些金粉仔 在裡面 但是塗上嘴之後 又不覺得 它不會令到你每個嘴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一些漏漏 是沒有這個效果出來的 但是呢 它的感覺就是看上去 你的唇 我覺得很漂亮 它塗出來的顏色 顯得皮膚很白 所以我過生日那天 我只要白得漂亮 我都選擇了擦它 就證明了 我覺得它有多漂亮 對 我覺得它的感覺 它的顏色是出到 你日常妝容 即是你不需要太重眼妝 你都可以carry到 或者如果你真的很隆重的時候 它又可以carry到 還有 問題就是不乾 譬如 有時候 我外出的袋子很小 我只可以選一支唇膏 我不可以選唇膏 又要選唇菜又要選唇膏 又要選唇膏 那我就一次過戴了它 還有它的包裝 我都覺得挺漂亮 挺喜歡 挺高貴 我很喜歡這些 即是黑暗帶一點光明的東西 化妝品已經跟大家說完了 我們今個月呢 就賣向這個護膚Stage 今次我們跟大家說的這個 就是一個lush的產品 這個面膜就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比較對我的皮膚 除了有鎮症之外 也有一點清潔的效果 還有它是一個比較保濕的泥面膜 所以我很喜歡它 而且它現在聞到的味道 是有一點像薄荷朱古力的味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它可以有一個朱古力的味道 我的鼻子應該有一點問題 可能我們經常聯想到 它有點像薄荷朱古力雪糕 對 就是薄荷朱古力雪糕那種味道 就是超重的pepper mint味 然後呢 聞起來就是很香的 而且我很喜歡 因為在這裡沖泥的時候 在這裡就敷著這個去 沖完之後就可以洗了 我就覺得非常完美 然後呢 我已經用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一半 在這裡 它這瓶也挺大 它除了面之外 皮膚也可以用 因為呢 我的肩膀和背部都很長瘡 所以呢 我經常都會用這個來做 退紅和消炎的效果 那我就覺得呢 它真的有促進到 我的暗瘡仔 快點去借掉它 所以我就覺得呢 這個面膜很不錯 還有呢 它這個是 我知道Lush 它有很多的面膜 或者它的面膜 都只可以用兩個星期 因為它沒有防腐劑 那些東西 然後就會令到 你不可以保持很久 還要放在雪櫃 但是它這個呢 就是有 self-preservation的 那這個呢 你就不用怕 這個就可以 不用放進雪櫃 還有不用丟 所以這個是 You're safe 所以擺這麼大眼都沒有問題的 嗯 那次呢 我們去Lush的店裡 然後呢 他們的PR 就跟我們介紹 說呢 這裡有一個人仔 你們看到嗎 這個有一個貼紙呢 有人在那裡 就是說 這件事就是這個人做的了 那他真的有這個人存在呢 對 我覺得很搞笑 真的 他們這個 這個公司的 Concept That's why I always love Lush 然後它呢 上面這裏寫的東西 經常都很搞笑 但是 這個是不搞笑 所以 所以你放回去 你不要認出有些搞笑 但是有時候有那些votes 經常寫 有些有點串 有些有點串 就是看完你會不小心忍不住要 要笑一笑出來 Tatat 對 這個我是前陣子買 我是兩個月前買 我用了兩個月 都已經用了一半 我也很想試一下它的面膜 聽說很好的 我其實也有一個唇膏產品 但是我們也是撥它去這個 關於護理的部分 那就是這個同一個 剛剛那支唇膏有一個系列 就是Amazing Kizuni 我覺得它的目標很漂亮 是嗎? 真的很可愛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的狐狸 就是你剛剛買Polar的時候 我的那些 哈哈 難怪你這麼喜歡我啦 哈哈 喜歡 沒有 大家留意一下 我沒有臭 我沒有臭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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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 那就是它應該就是深海 深海 我不知道它的成法是不是有深海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很多潤唇膏我都會覺得好用 所以這個也是不例外 我經常都會轉潤唇膏 所以今個月的favor 我就更新一下我今個月是用什麼潤唇膏 那這個潤唇膏呢 就是好像一個啫喱狀 折出來它就是一個啫喱 黏黏的 那我就喜歡它呢 那個感覺不是太黏黏 就是它不會 沒有act to say那個那麼黏的 act to say那個風吹 你整個汁頭髮黏了 對 但那個是真的很保濕的 就是它那個真的封住你的唇 令你的唇皮膚軟快 那這個呢 其實也有差不多同一個效果 那但是它呢 那個感覺就是沒有那麼黏黏 那所以其實有時候你睡覺 我真的 我睡覺很喜歡塗一個厚厚的 在嘴上 那免得我男朋友疼我 那樣 都相信你 那不是其實是想保護一下我的唇 那所以呢 我就 就是我會塗一個厚厚的 那這個呢 我覺得很不錯的選擇 就是它又沒有什麼香味 也都沒有顏色 這個是Jay第一個主要的條件 沒有什麼香味 又香味 就是我不喜歡那些奇怪的味道 那它沒有香味也沒有顏色 還有它的質感不會太厚 那還有它的包裝也挺漂亮 挺有趣 我覺得戴外面也挺有型的 因為其實我挺喜歡這個brand 就是它是有一個狐狸的那個 那個fashion brand 對 Mask Again 這個大家一定不覺得陌生 因為我們很久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那這個呢 就是E-Pure的一個遮膩 我想說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是有多喜歡這個 就是它塗完之後 你的臉是會立即降紅 因為我為什麼會特別留意到降紅的東西呢 因為我一落妝 我的臉是紅色的 那Jay就應該很清楚 我臉完全是紅色的 用完這個之後 我的臉就會由粉紅色 慢慢退回到人色的狀態 人色 對 正常人應該有的膚色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做降紅的敏感 真的很出色 而且它的保濕也很好 其實它這個是有清潔的效果 但是 可能因為我的鼻子實在太髒了 所以我用它的時候 會不會清不清潔到呢 我真的 用這個這樣的啫喱面膜 就讓我體驗不到的 但是它這個保濕 和這個降紅 我就非常喜歡 而且你用是不是好像有美白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I can't see that 其實我也很想說它 但我已經用完了 沒有了它 所以為什麼呢 我上個星期 我就用了一個不適合我用的面膜 之後呢 我就敏感了 那結果呢 我真的從來沒有遇過一件 那麼敏感的事情 在我臉上發生 就是我已經是 殘茶淡送的 他跟我說的時候 嗯 OK OK 但他一個人是沒有焦燥 怎麼知道 我快來瘋了 我看到自己的臉 因為它有很多紅色 又有些粒粒粒粒的 我很恐怖 我覺得自己的臉 我從來沒有見過 那麼敏感的事情 在我身上發生 然後呢 我就馬上拿了Mini 之前給我試的 這個EP 其實我之前有的 但是我用完 然後Mini買了 然後他就說 給你吧 之後呢 救命之勝 他是幫我舒緩了 有時候呢 你敏感的時候 你才知道 有什麼護膚品 真的急救幫到你 那這個是我其中一個 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我敷完之後 我覺得皮膚真的 舒緩了一點 就是你本身呢 我一開始起敏感的時候 他臉很癢 很紅 紅到你根本都看不到 他的敏感情況是怎樣 就是你看不到 他究竟是一粒粒的敏感 還是粒皮的敏感 還是怎樣 然後我敷完之後 降了紅之後 我就會看到自己的臉 真的有些一粒粒粒 這裡起了一粒粒的 因為太敏感了 所以他幫我降了紅之後 舒緩了我的皮膚 所以我覺得這個 真的挺不錯 很棒的 真的很喜歡他 真的 不過有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平時 是要拿走回去的時候 你不要馬上拿水 然後不斷做 你會洗十年 他都還在你的臉上 記得一定要他 隨機附送的刮棒 你刮走出去 才會洗走 這個有趣的事 好 說到我這個敏感的 敏感周 不過我也有幾個面膜 想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覺得幫了我不少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敷面膜 甚至敷到我自己的臉敏感 這樣 我就再繼續敷面膜 不是 我看完醫生 因為醫生給了一些雷固唇 我塗完一兩天之後 其實已經康復了很多 精髮很容易滲透到你的皮膚 所以我這個真的超級無敵推介 這個是 我覺得 這個是值得你去店裡 真的去買回家 試一下 就會明白 我是在說什麼 我們今期 真的跟大家說的 除了保濕 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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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大家說 這支 可愛的小呆滴 它的名字就是水肌感 基本上它是這樣的 它裡面有25mg 一支這個可以用兩天 因為它沒有香料 沒有蓬佛 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不能保持太久 所以你兩袋一定要用完 而且我用完第一半的時候 我第二天要放它在冰箱裡 然後才用完一半 它這個大家可以當作是 Sleeping Serum 這樣用 如果你是 晚上淋睡前才用的 如果是Sleeping Serum 那些人的話 你就用這個 你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是 好像我這樣 好像夜貓 沖完澡 還要搞了一段時間 我才會再睡覺 就可以用這個 然後臨時再用臉霜 才會 這樣 即是睡覺 它這個可以令你非常保濕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可以 整晚的 第二天 早上妝的時候 你就可以最知道它是否效果 這個用完之後 就會令到 我這個超級乾的皮膚 尤其是 在轉軌的季節 它真的可以幫助我很多 然後我一定會再買它回來用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 那它是什麼質地 你已經用完 完全不知道 它的質地 就是比較黏稠 稠的 就好像普通的 serum 的結蛋 但是 因為它要你用半支 所以你可以塗上臉 它就可以 都會流到很多 最初我剛剛擠下手的時候 我心想 the freak 那麼多 你塗上臉 還要稠稠的 但是我一塗上去 原來它很快就會滲透 但是它又不會太黏黏的效果 我又不會說它是一個特別 通爽的 但是它又不會令你覺得很黏 和它吸收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很值得推介的一個 保濕精華 急救 嗯 動洗 然後呢 我也有一個 另外用一個Marsal 要跟大家分享 你們不用挑選這個月 沒有好Marsal 因為其實 現在 十一月 你知道十一月開始乾 一吹北風 你就真的感覺到 你的皮膚 手腳 你就會知道 好像會黏紋 又可以有一些白色的皮 走出來 你這樣拗一下皮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濕 那這個呢 Fyto Laboratory 其實我本身是不知道它怎麼讀的 多謝Mini老師教我 因為我也是它的Serum 我愛它 嗯 你都會感覺到 一吹北風你的皮膚 就會開始乾 所以你連手都感覺到 你的Serum 你的臭臉怎麼感覺不到 你這樣好像Dudu姐 Dudu姐會這樣 我絕其 不可以 毀掉Dudu姐的名譽 跌跌 跌跌 你Dudu姐你叫的嗎 是Deded 好了 那我們這個 賣點呢 它就是這個 沒有 Cometogenic 其實就是沒有一些閉心毛孔的 成分 在裡面 也是Alcohol-free 沒有酒精 也是Fagrin-free 沒有一個香味在裡面 所以它其實是很多 比較自然的一個產品 就是它沒有太多 不需要的 添加成分 在裡面 首先這件事是挺吸引我的 因為 自從我敏感完之後 我也是會 選一些 會比較 安全一點 就是盡量沒有添加的 我也會喜歡多一點 那這個呢 它就是一個 Brightening Mask 它主要的成分 就會有 維他命B3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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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維他命B3 它就是一個 最小顆的 一個 保濕因子 來的 其實它也是最容易 令你的皮膚保濕 比起其他 保濕因子 所以呢 這個Mask 真的幫到我很多 在這個冬天裡面 它就是獨立包裝 一盒 就有五塊 我很喜歡 其實你現在已經感覺到 它裡面有很多水分 這塊東西 是超棒的 你明白嗎 我還沒明白 我還沒試過 我很喜歡裡面 有一層水 所以我多數會 塗在臉上 然後再敷這個Mask 我覺得是更加保濕的 而且它呢 很好是它的Mask 很貼的臉 它的臉型 很適合我 就是我經常找到 一些Mask 是很適合我自己的臉型 的時候 我就會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因為它的臉太佔 是不是刮子臉 不是 就是它是 每一部分都可以 令它保濕 我都覺得 我找到那些 不會有HIPHOP 那些 我會很開心 對 我會很開心 就是它 是很貼面 所以我很喜歡 另外敷完它 我真的感覺到自己的臉 是白了 而且 真的保濕了很多 是不是Juju 對 所以 我發現 可能臉 真的泵了水 你會比較脹 然後 你皮膚真的看起來 會白了很多 而且我試過 上粉之前 敷它 哇 效果是一流 我沒見過自己 這麼想粉的 真的 很想買 超好用的 然後 就是我和Jo 一起買的 我們一起買的時候 超興奮 所以我們現在 就可以一起說了 這個就是Fresh的 Brown Sugar的 一個 Bath & Sour Gel Yeah 真的好用 這個 不是好用的 是很香 對 它就是Brown Sugar 但它問上去 是有些很新鮮 有些帶檸檬的味 就是 我不明白 為什麼它可以帶到檸檬的味 對 它是比較靈母 好像按摩油 是很清新的 對 就是很放鬆 它有一種香薰油 對 我就是覺得 你用完它之後 你整個感覺就馬上 很乾淨 很舒服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咬得 很性感 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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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不好 就是它的感覺 就是擦了 之後你會覺得整個人 很乾淨 感覺是很Refresh 就馬上 做功課也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我想說 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是人的問題 大家要當它是精神鼓勵 但我覺得它真的不錯 它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它用完之後 當然是很滋潤的 有時候我有用過 一些的檸檬 都會乾乾的 對 真的很滋潤 而且我喜歡它 它真的可以蓋到泡 雖然有些人說 蓋我蓋子 什麼什麼 但我經常覺得洗澡 沒有泡 你不乾淨 對 你會不會帶走 那些髒的東西 所以我也很喜歡它這一點 對 而且洗完之後 很喜歡洗頸 讓自己容易聞到氣味 然後你睡覺 睡得很舒服 雖然我沒有什麼 問題 我想跟大家說 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近年很喜歡的 這個香蕉 這個就是L'Enfant Eclay de Fleur 它這個 又有帶甜味 但又有帶一些清新的花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平常都喜歡這股 但這次我噴它之後 我覺得它後期 第一股 就是你剛剛噴上它的時候 是很甜的 然後它就會慢慢過了之後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慢慢慢慢 它就會有些花味 這樣散香出來 我肯定就很喜歡它 而且它的包裝也很漂亮 喜歡 嗯 好像不錯 因為我剛剛你來到的時候 我也想問你是什麼香水 如果你問我 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女人味 這個香水 但是 做我自己 我 有一場女人味 女人味 女人的身分這樣美 不再而泣 我終於高爭告過日 你唱吧 我不懂 你也不懂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Favorites Video 我們今天也介紹了很多產品 其實最主要 我們都想 最主要保濕的產品 現在快點到冬天 你們就要快點做多些保濕 否則就會 Keep it moisturized 嗯 就會很乾淨 大家千萬不要學我的Love Life 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濕 支援自己 如果你喜歡我和Jay多一點 記得可以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Jay的Instagram就是 JayLamM Mini的Instagram就是 WYSmini 還有我們有個Facebook 叮叮 你們也可以去mic 我們會post一些東西 在我們不同的社交媒體上 好啦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